好 之前为您报道过 在台中是有一间知名的减肥诊所 因为呢 医生曾经一天可以看500个人 结果他的血压标告到220 一度以为身体不适 结果呢 暂时的休整两个月 甚至还传出说 是因为是诊所的生意太好了 变成了黑道记忆的对象 不过呢 在昨天恢复了刊诊第一天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一次呢 现场括号变成了网路括号 有人光是呢 预约就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曾经一位看着病患太多 医师血压标高220的减肥诊所 恢复看症 人气依然旺到不行 两个小时 你打了两个小时 你是怎么打机打人 用两只手机打 两只手机轮流打 对啊 从两点等到现在 一个小时了 小小的诊间急得水泄不通 年轻妹妹轮流用手机电脑双管齐下 才看到诊兴奋的不得了 还有专程从台北下来的阿嬷 说她在网路挂号拍了一个月 都介绍太多了 现在一个人都介绍三四个 四五个 真的哦 搬出成功甩肉经验 口耳相传也让这间减肥诊所爆红 一天曾有看见人寺高达500人 但这也把医师累坏了 没有什么原因啦 就是这样子人太多了 好 那你最近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有 说之前血压飙高 对 摇摇手说不想多谈 因为上门求诊病患太多 两个月前诊所突然无预计修诊 流失医师体力不堪负荷 甚至太好一度传有黑道觊觎 不过医师慎重否认说修诊 真的只是为了调养身体 对啊 你说什么你被黑道威胁 大家很关心 没有被我威胁 恢复看诊的头一天 出诊已经预约到12月中 变换了支持医师虽感兴 不过现在改为限额看诊 因为自己的身体也得好好顾 所以现在连家庆祝宇的台中采访报道